西瓜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科普创作人,普埃克曾医生 安美之心,人皆有之 无论男女脑上都很关心自己的头发问题 上一代人使用生姜、荷水屋、测白叶等等来生发 再到现在的各种生发洗发水、生发药品等产品 但还是有不少的患者尝试了很多的生发办法 却没有效果 甚至越来越差,越拖越多 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用的生发产品却没有效果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点,产品不对症 脱发有很多种类型 有一些患者并不是最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 而是毛狼的炎症感染 比如说,头血,毛狼炎性脱发 头皮出现,脓包、搔痒、脱发等症状 这些患者使用普通的生发产品没有效果 而是应该抗感染治疗 所以脱发的朋友们应该先去医院就诊 明确脱发的类型,再选择适合你的治疗手段 第二点,担心生发产品有副作用 反而选择一些生发的偏方来治疗 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例如,用生姜擦头皮,吃和手污 这些偏方都没有明确的证据证实可以生发 建议脱发的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 不要轻易地去尝试所谓的偏方 第三点,自身的作息饮食习惯 没有办法配合药物的使用需求 比如说,长期熬夜,日夜颠倒 挑食,低碳水饮食,生活压力大等等 都有可能会加重脱发 都会导致药物的治疗效果不佳 所以各位朋友,除了用药 还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 第四点,害怕用药不能坚持 咱们常用的生化药物比诺地亚差劲 它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促进生化 但是,刚开始用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脱发反而会加重 我们叫做狂脱漆 大家不用害怕 这些头发本来也是要脱的 只不过用药加速了它们的脱落 因为新生的毛发 把老旧的死发顶出来了 狂脱漆一般持续 一到两个月不用特殊处理 继续用药就行了 慢慢会长出新的茂密的头发 还有就是米罗蒂尔擦击要坚持使用 不要头发长出来了就马上停药 这样会导致脱发反复 第五点,男女用药有别 很多朋友用错了 男生应该使用5%浓度的米罗蒂尔擦击 女生使用2%浓度的米罗蒂尔擦击 都是每天两次,每次一毫升 应该在头发干燥的时候使用 不要把药涂在头发上面 而是应该涂在脱发区域的头皮上 没有脱发的地方不需要涂药 同时涂上药物以后 轻轻地按摩3到5分钟 促进药物的吸收 注意不要让药留在脸上 可能会导致脸部长毛 用完药以后也要清洗双手 不然的话手上也可能长毛 总之大部分的脱发是可以治疗的 选择正规的医院 选择适合你的质量手段 早期质量,坚持质量 可以取得好的质量效果